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台湾历史与文化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二讲 外力挑战下的反应 我们会跟同学介绍 罗美浩事件 牡丹社事件 还有青发战争 这一场一场的涉外事件 它是如何将台湾带向一个近代化的潮流中 尤其牡丹社事件 在1874年引起日本侵略台湾 让统治台湾已经190年的清朝 才开始认识到台湾海防地位的重要 所以清廷决定要调整对台政策 由消极改成积极 由防范改为开发 它为台湾注入了新的发展的活力 可惜这已经是 清统治台湾的最后20年了 那就以这个为基础 我们会继续去深入探讨 清日战争 清发战争 台湾建省的背景跟过程 并引入台湾首任巡抚流明船 它建设台湾的字机 希望在这一讲试里面 让同学认识到台湾 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成为清 所有各省中最进步的近代化的行省了 那我们就进入了我们的课文了 那我想同学你从这一张图片 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在1684年台湾成为清朝的版土的时候 广大的土地散居着很多大大小小原住民的部落 那清就把原住民分成生藩跟熟藩 熟藩它要缴税 要扶劳役 所以清有把它列入了属于它的统治的人民 那我想从图片中同学可以看得出来 开始唐山过台湾了 那整个西部的大平原熟藩的土地呢 就被汉人所占有了 那从图片的分布 同学可以看得出来 泉州人 漳州人 客家人 他们分布在西部平原各个地带 那熟藩也就在这样子的慢慢的汉化 而跟他们整个血统混合在一起了 可是深藩呢 他们居住的大部分是山区和东部地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山 那清对于深藩这些地方呢 他把它视为 就是采用一种风山隔绝政策 划定了藩界 立了碑 然后呢 用把那个江界的土挖一挖 弄成一个土石 土牛的标志 作为界线 他采用风山隔绝的政策 不准汉人随便入侵 所以呢 清就把深藩叫做化外之名 然后把深藩居住的地方叫做化外之地 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社官来治理 那他的统治权也没有办法触及到这个地方来 那就在这种情势呢 一直到开港通商以后 就产生很大的变化了 记得我们上一个讲次有谈到 1860年台湾开港通商了 那呢 因为台湾海峡 波桃汹涌 那当时又没有所谓灯塔的航运的设施 所以很多的外国商船来 常常在这边遇到了暴风 然后吹沉下去了 然后他们上岸的时候 通常会被深藩扣留或者杀害 或者把他们的财务抢劫了 所以就引发出很多层出不穷的涉外事件 那我们就以最有名的罗妹号事件 跟牡丹社事件来说明一下 那罗妹号事件呢 它是在1867年的时候 它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商船 那它遇到了暴风 就漂流到了现在的屏东 也就是七星岩这个地方 相当于恒春的这个地方 那他们登岸的时候 就闯入了深藩居住地方了 全部被杀害了 那当时美国驻厦门的领事 叫做李先德 那他就来台湾 要求地方官一定要来出兵查办 并且要保障附近航线的安全 可是那个时候的蜻蜓 他就说蜓帝是花外之地 深藩是花外之名 甚至说是政教不及 野蛮无主 难用兵就办 反正他就不肯承担责任就对了 结果最后是李先德 他自己亲自进入了深藩的地方 用威胁利用的方式 就跟南部的深藩 18社的大酋长 缔结了船难救助条约 这条约他们就说好说 以后如果有任何船只遇到了船难 那他们就要先看 岸上如果有红旗的话 他们才可以登陆 这样子他们就不会被杀了 那这个条约是经过美国政府承认的 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国际条约 可是他却是美国政府 跟深藩的酋长直接谈判而奠定的 他就等于否定了 清廷在藩帝的管辖权了 也引发了藩帝无主论的这个看法 我想藩帝无主论 这个也成为牡丹色事件 日本出兵台湾的一个理论的根据了 那牡丹色事件是在罗妹号事件的四年后 1871年 那有一艘琉球的渔船 他们又遇到了暴风了 就漂流到现在屏东的八窑湾 也就是现在加落水附近 那这66个里面有54名 就被当地的深藩 也就是排湾族 其实真正杀他们的人不是牡丹色 是高士佛色的 所以我们过去把这件事情叫做牡丹色事件 其实是有点出入的 那这些深藩杀掉了54个琉球的渔民的事情 就被叫做牡丹色事件了 那三年后呢 1874年 日本就以保护琉球侨民为理由 派兵来打台湾了 那为什么他会以保护琉球侨民的理由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琉球国王 一方面对清朝称臣 一方面又对日本朝贡 所以你知道日本他就派军队来了 他以西乡重道 作为他们的那个就是率领军队 总共有3600个人 就在狼桥也就是现在的恒春附近登陆了 然后沿着四重西在石门这个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了 所以我们从图片中就会看出来石门古战场 现在还仍然存在着 然后呢 所以他们就派了 所以他们就派了沈宝珍 一直被酷热跟瘟疫所苦 看到了日本来打台湾 这等于承认 整整半年 那美国的泰晤士报的记者对于这件事情呢 他是这样报导的 他说这等于是向全世界广告 这里有一个富老的国家 只肯出钱不肯作战 率了1万个洋枪队来 却没有战争 而且就赔掉了50万 我们就这样子的结束了牡丹蛇事件了 牡丹蛇事件呢 这个是日本 16世纪 记者16世纪封城秀吉 侵略朝鲜以后 300年来第一次的对外侵略 也是明治维新以后 他学习西方类墙 对外扩张的第一个具体行动了 对日本来说 带给他海外扩展的一个无比的信心了 牡丹蛇事件 日本出兵台湾 给予蜻蜓很大的刺激 他终于了解到 台湾是东南七省的门府 海防地位很重要 外泛已经是台湾主要的问题了 所以他就决定了积极进行台湾 那沈宝珍就留下来 他让台湾加入了 清朝自强运动的行列中了 那我想大家都认识沈宝珍 她是鸦片战争烧烟的林哲徐的女婿 她以非常积极概念出名的 那谈到了清的自强运动 我想大家都记得 1860年英发邻军 他们烧了原明园 打入了北京城的时候 清他面对着外国的船间炮利 所做的第一次的回应了 那所谓自强运动 我们就承认说 西方确实他们在军事上 是胜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只是限于在军事上的学习 希望能够失以至尝寂以至宜 可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已经发现到说 代表着近代文明的内侧 要开入农业社会的中国的时候 民众的那种反应 会让你躺木结舌 因为我们自从雍正进教以后 中西的文化交流就中断了 所以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 科技的火种已经烧变了 整个欧洲的时候 我们中国却一无所知 那我们还是处于 我们那种文化的自傲自大中 我们认为中国 其实所有都是最棒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西方 是用一种无限委屈下 那个土墙血尺的 那很多东西在中国推展的时候 就遇到了很大的反对力量 比如说轮船 大家记得1789年 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 西方就把蒸汽机用在帆船上 就形成所谓的轮船了 可是当轮船在中国出现的时候 我们发现像巨人般 然后它的整个壳 是用铁座的黑黑的 比房子还要大 竟然能够逆风而行 而且走的时候迅如奔马 鸡如淡风一般 那比房子还大的硬的 铁座的这个船 竟然能够浮在水面上 走得这么快 他们说不是妖术是什么呢 甚至还会冒着 烟囱还冒着黑黑的烟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反对的很厉害 另外电线 电线呢 你知道如果说你把它放在 某一个人家的田里 他们会说平地生丁 放在某一个人家门前 会说暗箭伤人 埋在海底下呢 说横冲直撞 会破坏地面 所以呢千翻百计的 就要设法把它拔除掉了 尤其反对最厉害的 就是铁路了 可以知道说 我们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是1876年 英国人建的松阜铁路 从吴松到上海 它是载运客人的一个铁路了 结果呢 当我们中国的民众看到火车 喷火而行的怪状的时候 群众很害怕 结果不久就发生了火车 撞死人的事情了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政府最后把这个铁轨 跟火车买下来了 然后拆掉了 最后流民船呢 是把拆下来的这个铁轨 还有这个火车头啦 把它运来台湾 就建了台湾的第一条铁路 也就是从台北到基隆的这一个 然后那个被叫做黑色腰马 会冒烟的火车头 就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个火车头 叫做滕云浩 同学如果有到228金林公园 它现在仍然还在那儿 那我们中国自己建的铁路 是从直立的唐山到许克庄 是为了运煤而建的 那这条铁路建完的时候呢 你知道民众要求 不可以用那一种 黑色腰马的火车头来拉 所以我们是用驴子跟马来拉了 所以火车就变成了马车了 当时的铁路被叫做马车铁道 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鱼扑可及的笑话 而且那个时候被叫做交通器官的 这个却在我们中国不断地出现和发生 那我们就来谈到说 那沈宝正在中国 在台湾推行这场运动 让台湾近代化 它虽然说比中国大陆晚了15年 可是台湾却很快地就成为 全中国最进步最现代化的省份 为什么呢 后来我们研究结果觉得说 在台湾推动主力小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们具有浓厚的海洋的性格 比较有冒险泛滥的精神 而且也比较容易接受一些新的事物跟挑战 尤其台湾在边陲地方 所以说到中央的牵绊比较少 地方的大员都可以放手去做 比如说沈宝正 他一来当然就是加强台湾的海防的防务了 所以他就请了法国的技师 帮我们建了好多炮台 我想同学最清楚的就是 我们在台南安平的驿载金城 那从图片上同学可以看得到 他模仿法国巴黎的要塞 是全台湾第一座安放西洋巨炮的 那在他的那个堡垒的门口 那沈宝正提上了驿载金城四个字 这四个字就是希望这个堡垒能够有 营用一亿年 然后能够固若金汤 那因为海难不断地发生 所以也请英国的技师 在恒春我们就建了鹅兰比灯塔了 这个鹅兰比灯塔建的时候 不断地被升翻攻击 所以他就有了炮台跟炮岩 这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武装灯塔 那为了防止日本人再度来打 屏东的恒春 所以呢 沈宝正就把恒春设了线了 并且建了恒春城 现在呢 是台湾目前所保留最完整的一座古城 就是恒春城了 恒春城了 同学从图片中可以看到 你看恒春的西门 走上方呢 还可以看得到大炮哦 然后这就是他的东门了 娜娜虽然斑驳着 可是他仍然屹立在那儿了 那沈宝正呢 他也买了铁板船来防御台湾的海防 也买了轮船 让台湾跟大陆呢 改善了他们的整个海上的交通了 他也是全中国第一个用机器 开采基隆煤矿的了 那过去呢 因为台湾的重心都在南边 所以呢 他为了改变重南清北 所以他建议建了台北府城 那这个台北府城就管辖了淡水 宜兰跟新竹三个县了 而且为了加强 对整个行政的效率 沈宝正是第一个建议说 在台湾设审的 可是清廷没有采纳 不过呢 也有一个权宜的措施 就是说福建巡浮 它会有半年在台湾 半年在福建 那沈宝正呢 他认为说 为了杜绝外国人对台湾的野心 首先一定要做到开山俯翻 他如果说能够把山区 跟台湾的东部纳入了统治 那我们就可以跟外国证明说 清朝的主权 实质上是可以在翻地施行的 那所谓的开山 它就是开始建了西部到东部的山路 其中呢 有三条很有名 第一条呢 是在南边从屏东到台东 也就是现在的南回公路 第二条呢 在中部 是从南头的竹山 一直越过中央山脉 到花莲的玉里 也就是非常有名的巴通关古道 第三条呢 是从书澳到现在的花莲 也就是现在书花公路的前身 那我想这三条公路最艰巨的 应该是巴通关古道了 当时呢 的总兵吴光亮 他建了这个巴通关古道以后 就提上了气势磅礴的四个字 叫做万年亨曲 同学从图片中就可以看得到 他就是表彰当时的 开山府藩的事业了 那沈宝珍在台湾不到一年 就被高僧去当两江总督了 那接着呢 就由福建巡抚定日昌 来沉寂下来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 定日昌呢 他就以福建巡抚的身份 就半年来台湾 住了半年 在这半年中呢 他走遍了台湾的每一个地方 尤其他说过 台湾的立志 简直是暗无天日 所以他在视察中呢 沿路呢 就把一些贪官污吏惩罚了 甚至撤销了二十多种科捐杂税 那他有很多的构想 可是因为他在台湾呢 只有半年 这半年中呢 我们想他最大的成就就是 他从安平到台南府城 还有从安平到齐后 也就是现在的齐京 他建了两条电线 这两条电线可以说是 全中国最早的电报线了 不过很贵哦 那个时候呢 电报的每单位是两脚的羊钱 那两脚羊钱呢 是可以买一斗米的哦 那定日昌去职以后 接着福建巡抚呢 他们都没有太突出的作为了 直到了1884年 也都是牡丹社事件的十年后 有一个战争发生了 那就是青发战争 这个青发战争呢 是青亭跟法国为了争夺越南的宗主权 那法国为了逼青亭屈服 所以他把战场拉到了中国东南沿海 因为基隆产煤 所以就成为攻击的目标了 那为了预防法军的入侵 所以青亭就派了当时的怀军的名将 刘明川来台湾独办军务 那刘明川呢 他就在淡水还有基隆 他就建设了炮台了 而且他一来就政目了一些人 把他们训练成为团练 然后鼓励台湾当地人 大家出钱出力 合力来抗法 最早响应的就是 吴峰林家的林朝洞了 他准备了两个月的粮食 带了五百个他的那个目击的勇士们 然后北上参战了 那刘明川呢 就把他编到思求岭的那个防线上 那这支军队呢 后来在整个青发战争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们守住了思求岭 整整八个月 让清兵 让法军无法突破 禁逼台北城 那第一大地主 板桥林家呢 也捐了二十万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出钱出力 然后呢 抵御法军侵略的决心很强 他们呢 把那个台湾人认为说 法国军队来 他们把叫做西载反 西就是法兰西 陈大为西载有点贬的意识 那反就是战争 结果呢 八月法国军队真的来了 结果就在基隆展开了热烈的 就是非常激烈的战争 结果你知道 刘明川他们把法国打败了 这是清法开战以来 清方的第一次胜利了 所以如果大家同学到基隆去玩 在现在基隆的二沙湾炮台 就是当年刘明川所建的 然后在这炮台中呢 你知道战争死掉的 我们的台湾人 或者是法国的士兵 他们都埋在现在基隆的中山路 有民族英雄墓 跟法国的公墓 那法国被打败以后 他们呢不甘心 所以在十月的时候呢 他们的海军提督 孤巴又再度来打台湾了 他们占领了基隆 然后他们也打到了 石球岭隧道了 接着他们打淡水 那为了防守淡水 流民船呢 除了他过去有建了炮台 那个炮台上 他还自己亲手提了 北门索月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图片上北门索月 这就是流民船所提的 那流民船为了防止 法国军队的入侵 所以他把二十多艘 装满了石头的大大小小船只 就沉入了淡水的港口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 用天时塞港的方式 塞港的方式 防止法国军队进来 法国他就被打败了 那被打败了以后 你想如果没有用这种方式 他们打下了淡水 直接打到台北 后果就不甘设想了 可是淡水港也因为这样 越后他逼射了 那法国既然没办法 打下淡水 他们因为兵力有限 就转而把军队 转到了防御 比较薄弱的澎湖了 然后封守了整个台湾海峡 这时候的台湾 财政不能自给自主 所以被封锁中 岌岌可危 那这个对台湾的打击 太大了 所以清最后为了拯救台湾 他决定放弃了越南了 那清法战争结束的 第二天 调约定完第二天 孤拔就死在澎湖了 所以现在如果到澎湖 马公去 你可以看到 孤拔的坟墓还在那儿 那清法战争 让清廷发现到台湾 的更重要了 因为所以他们决定 就在台湾设审 那台湾设审 最主要之前 台湾是属于府的 现在他把它提升 成为中国的第二十个省 刘门船希望把台湾 一语之设施 成为全国之范 所以大刀阔斧地 从事了各项的改革 这改革中 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 台北府城的建立了 你知道台北府城 是陈宝珍建议 要兴建的 结果那个时候 他们决定要建在哪儿呢 那个时候1874年 大稻埕跟芒嘎 它都已经开发到 饱和点了 所以他们就决定 在大稻埕跟芒嘎的中间 一片水田的地方 他们来建台北府城了 光去十年 清法战争打完 台北府城也刚好完工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台湾部阵史诗衙门 当时的设审以后的巡抚 就住在这儿了 那那个部阵史诗衙门 这个官府是台湾规模 最大的官厅建筑了 就在现在的中山塘附近 那我们后来就会把 台北府城跟芒嘎 跟大稻埕合成为三世街 这是两百多年前 台北最繁荣 北台湾最繁荣的地方了 那台北府城最特别的就是说 他们是清代唯一建造的 一个石造的城墙 整个府城四周 有整个城把它包围起来 然后有五个城门 南门应该算是规模最大的 这就是早期南门的样子 还有北门 北门你可以知道说 清朝的官吏来 进出台北府城 或者说日本日后 他接受台湾 他们进来都是从北门进来的 那另外还有西门 西门是当时最繁荣 最繁忙的出入口 也最漂亮的 另外有东门 东门就是现在的警服门 跟总统府遥遥相对的 到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1900年 为了都市的重新规划 所以他们就把整个 府城的城墙拆掉了 本来也要拆城门 第一个被拆的呢 就是西门 那日本把西门拆掉以后 就建了现在所谓的西门丁 这个地方了 当西门被拆以后 很多人站在维护国务的立场上 他们严重的反对 所以在反对声浪中 剩下四个城门没有拆 可是剩下四个城门中呢 在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中 政府就把它跟原山饭店一样的 改成中国式的宫殿式的建筑了 那这里面唯一没有改成 中国式宫殿式建筑的就是北门了 谈到城门我们就想起有一首童谣 城门城门鸡蛋糕 三十六把刀 那时候就想到说 你要切蛋糕干嘛要拿三十六把刀呢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是湘英的问题 应该是城门城门几丈高 有三十六丈高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说 接着除了建了台北府城之外 一个都市的发展 必须要依赖交通的建设 刘明船他重新规划了台北的街道 他引进了第一架的美路机 然后把成土飞扬的马路铺上了十百块 甚至他们在马路旁也建了排水沟 来改善环境的卫生 甚至同学知道吗 1880年爱迪森发明了电灯 台湾台北府城1888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电灯了 当电灯架设成的时候 民众他们围观 那我想同学那种 可以想象他们惊奇的样子 那从这图片你可以知道 他们应该是在小南门这个地方 小南门据说是板桥林家自己建的 为了便于他跟台北府城的出入 所以同学能够想象得到吗 在两百年前 本来是一个水田的台北城 现在已经变成路灯点亮了台北的夜空 有火车 有人力车 有马车 穿梭在石板路上 他已经具有近代都市的图形了 被称为小上海 那我们这一讲次就到这儿了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